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古史里说的山穷水尖遗物路六岸花明又一村 其实是在形容黑洞吧 其实霍金并不是万能的人 他的理论也是在勇于打自己脸的基础上产生的 要知道早在1997年霍金曾坚持认为 物质进入黑洞后信息会被消灭 还与两位持反对观点的美国物理学家打赌 这其中有一位后来就是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呢 现在霍金终于认为物质不会被消灭掉 并在此理论基础上做了一些更改 他认为信息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 被存在黑洞内部 而是在事件世界 所谓事件世界 也就是黑洞的边缘 进入黑洞的粒子的信息停留在边缘上 当粒子从黑洞辐射出来时 它们又像背跨包一样 把这些边界上的部分信息顺便带出来 并将其保存 等等 我好像只听懂了跨包 还有一种简单的解释 就是黑洞的引力作用造成了一个空间的弯曲 有可能向外延伸到另外一个宇宙或者空间中 所以再简单的说 如果我们哪天太空旅行时不小心陆入黑洞了 很可能会到达另一个平行宇宙 霍金的报告中称 这是有可能的 只要黑洞非常巨大 而且如果它在旋转 那么它或许就是前往另一个宇宙的通道 所以说投胎 啊不 投黑洞 也得选个大的旋转的 霍金还补充 但是你将无法返回到我们的宇宙中 同时它还是给予掉入黑洞中的幸运儿们精神鼓励 如果你掉入到一个黑洞中 不要放弃 你仍然有机会拜托困境 说的好像随便哪个路人就可能掉入黑洞的样子 只希望不要等掉入黑洞的那天 我们才泪流满面 恍然大悟 原来决定中午吃什么 真的不是个事啊